船隻隨著波浪上下搖 從潮進公園至高點往下看 大批的漁船停泊在海面上 有的整齊排列 仔細算一下 有五十多艘相當壯觀 漁船上釣客的手沒停過 大量撲皮魚陸續上鉤 每隻的魚都比臉還大 人手一根釣竿讓釣客笑開懷 下什麼班 你看冰箱 那麼多魚可能下班 這個也全滿了有沒有 基隆我們把它列為秋天會出現的主要漁獲 只是說它出現的地方 它不見得這麼靠岸 上一次靠岸我的印象中 大概2020年的時候也是有大量的出現 所以這幾天我們也看到漁船 然後它從八道子半島跟基隆雨的中間 可是今天全部都進到海灣來了 所以那個量我剛才稍微算了一下 大概有超過五十艘 大大小小有SUP的 然後也有大的那個遊艇 真的是很壯觀 距離上次撲皮魚大咬盛況 已經是四年前 因為撲皮魚肉質細膩甜美 沒有刺很適合老人小孩品嘗 撲皮魚如果有在賣的話 會很多人買很多人喜歡吃 有時候是因為魚群因為氣候改變的關係 然後它的分布改變 那量有沒有真的改變的話 都要看實際上的漁獲量 你只能講說這種撲皮魚在這個季節的時候 它會靠到近海的地方可以被捕捉 可是這麼近到釣客都可以釣 然後有這麼大量的話 就不是每年都有